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生自由 他不再寄钱给我的家人 他还威胁要向移民局报告我 他生性好道 非常易怒 他令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然后他开始动手打人 他总是在监视我 我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维护自己的渺小存在 我觉得一切都不会改变 但是我拖着的BB是一时希望 我获得了新的勇气 朋友们帮助我逃脱 生活很艰难 但是我自由的了 直到他找到了我 他求我宽恕 并且承诺会改变 但是他没有 我再次受困 他威胁说 要让移民局驱逐我 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 所以 我为他留下了 我得意的女儿 是我唯一的光 但是她的光 她是越来越暗 当我听到她的尖叫声的时候 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我再次计划逃跑 我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附有同情心和经验的人 向我提供了所需的资源 令我获得了自由 亲密伴侣暴力 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也可能发生在所有关系中 无论是约会 还是同居 同性 还是二性婚姻的关系 她的发生不分性别 阶级 社会经济地位 宗教 民族 种族 或者是文化群体 你有权利 获得安全 平民族 离应该 对 这些人 他们认为 更好 在主人身上 事典